我们佛教徒 虽然不皈依诸天 天神 天众 但是我们是礼敬诸天的 为什么呢 因为诸天神德 在当年 伟大仁天导师佛陀 成就无上佛道之时呢 诸天 天王 天众 都有来聆听 佛陀的诸多教法 在这中间呢 也有许多的护持佛陀 供养佛陀 或者是拥护佛教 三圣教法 法轮横转 所以这些诸天神德呢 它是所谓的护法善神 或者叫龙天护法 那摘天呢 它是依据 金光明经 在随朝的智者大师 我们佛教徒对智者大师 很熟悉啊 当年 典化 三国时期的 官圣帝君 当时的官羽 官云长 当年不是 因为 战争的关系 失去了头颅 那智者大师入定 看到一个 没有头颅的鬼熊 在那里找 他的头 说还我头来 还我头来 智者大师呢 慈悲以佛法的 教室来点化他 说我们的 自信啊 从来 也都没有 缺少过什么 哪里又差一个头呢 所以官圣啊 当下 他的头就伸出来了 他说佛法 这么微妙 这么殊胜 我能为佛门 贡献什么呢 那智者大师呢 就请他 做佛门的 护法 截然胜重 所以我们现在常常 修持供养礼尽的 截然菩萨 截然尊者 当年也是被智者大师点化 那智者大师呢 他在这个 依这个《金光明经》记载呢 在《金光明会》上 于佛前发菩提心 并清诚如来法赤 常诱护受持读诵书写 《金光明经》者 你常常诵《金光明经》 受持此经的教义 奉行的人 还有书写的人呢 如来曾经亲口教赤呢 诸天要来护持 所以诸天摒持法王主磊 法王就是佛陀 寻行人间 以慈心 护义有德 你这人是有德之人 他就以慈心 利益你 饶益你 护持你 帮助你 那他是小事 一个人的小善事 他也会保佑你 护持你 如果你有发大心 有利重弘法的事业 诸天 他也会护持 所以 这只是 还有呢 讲善 法恶 这个人如果是行善道的 遵行佛法善道 就给他奖励 服佑 如果他有不如法 或者是 不善造恶之人 哪怕是人前人后 你也得到诸天的惩罚 从古到今 这一类的公案 比比皆是 所以 这个就是 我们世间人 就迎见 供佛 在天的法会 诵经 神离颤 施舍进食 供养十方三宝 护士诸天 以及他的随从 法界等众 法界的这些 圣众等等 我们来一起供养 我们修这种殊胜的功德 那是 不 神离颁 神离预 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